現在就是我剛剛跟你講要講到影子 影子就是光線碰到不透明的障礙物之後 在後面會形成的陰暗區域叫做影子 這證明了光會走直線 否則會打到它又繞個彎就過去了 不會有影子了嘛 所以撞到過不去 表示光會走直線 影子的線箱跟應用有 這個是歷史導遊教的日軌 這個是藝術與人文老師教的皮靈系 這個是我們三年級的DT要教的日軌跟月軌 好 這裡有一個手影的表演 它有一個配樂 我把它換掉了 因為我去年錄下來之後 被Youtube說這個有版權問題 所以我就把它換掉 那因為配樂換掉之後就可能沒有那麼搭 那音樂不重要 就要是它那個影子的變化 引擎的變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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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